小周一头绣发 乍一看还以为是位姑娘 他说这是直播需要 就是现在我跟他们要发工资 他们就是 以直播不满130个小时为理由 然后不发我的工资 差多少个小时 差0.6个小时 小周说他跟杭州宾江天朝科创园里的 言行影视签了协议 主要工作是在抖音上直播 或者发布娱乐短视频 我们的保底要求就是 天速 时长 必须要每条都达到 然后我们给相应的 就是保底的待遇 公司拿出了跟小周签的 金牌一人经济协议 但公司表示内容保密 不能拍摄 公司的徐经理说 小周的天数和时长 都没有达到要求 因此没有保底待遇 我告诉他是 他的直播天数是不够了 这事情我来解决 然后你的时长尽量补到130 这是我说的 而且也有截图的 我发给他 小周说 11月5号他入职那天 公司并没有安排他直播 所以天数少了一天 公司运营小谢 跟小周的微信聊天中 小谢承诺 是有效天不够了 这个问题我会搞定 总时长你尽量播 我会和老徐说的 老徐指的就是公司的徐经理 直播天数这块 目前没有争议 有争议的是 小周上个月的总直播时长 少了0.6小时 小周解释 那是因为有一天 小谢让他提前两个小时下播 回家准备一下第二天做带货直播 让他先去了解要戴的衣服和零食的相关信息 当时他说好的时候他说这个是特殊情况 会特殊对待 然后说如果说时长不满的话 他会跟他说他会搞定 带货直播 我是说过让他回去准备了 然后6点 那准备的时间也应该算劳动时间 这个其实是工作安排 知道吧 就跟拍摄是一样的 有安排拍摄 他没有安排 那准备时长其实也是劳动时长 你让他准备材料 准备资料 也是为了劳动做准备 这个你即使两个小时你打个五折米 一个小时加上不是刚刚好 我觉得没必要 听我一句 公司的徐经理答应 把带货直播的准备时间 也算成直播时长 这样一来 上个月小周的天数和时长就都达标了 小周又提出 还有音浪这块的收益怎么办 音浪就是抖音里的虚拟货币 是粉丝给主播的打赏 他有收益吗 有 1.5万左右的音浪 包括这个月的还是 1.5万音浪 好像是这个音词多少 1500 对 1500 徐经理说 音浪按协议 小周可以拿40% 这块也没问题 现场小周表示 事情闹成这样 他也不想做了 希望结清工资之后离职 经过协调 双方达成了一致 前段时间也 工作大概有10天多 每个天数都是满的 把我的这个月的工资 紧急上个月的工资给我计算掉 那确定反正上个月的工资和这个月的工资可以给他 对 一般不少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